今天我们来重温一部影史排名第177位的经典悬疑电影《绿里奇迹》 这部电影出自好莱坞大名鼎鼎的编剧《弗兰克德·拉邦》之手 其导演的美剧《行尸走肉》是丧尸题材影视作品的天花板 而1994年的神作《萧生克的救赎》更是常年稳居影史排名第一的位置 据说斯皮尔伯格在看了他改编的剧本之后非常感动 于是便推荐汤姆·汉克斯出演这部影片 尽管这部影片中的汉克斯并不出彩 但我还是要说这部影片绝对是上帝献给世人最好的礼物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狱奸队长保罗正宝受尿道研的困扰 每次小便的时候都痛不欲生 这天监狱里来了一名特别的死刑犯 随着一双大脚落地 刚刚被压得很低的车厢瞬间弹起 同事件状立即下了一大挑 原来这位死球的身形堪比大鲨于奥尼尔 一身有黑的剑子肉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头巨手 预警们看见他都非常紧张 可唯独这个新来的官二代却一直不知死活地喊着死球来 保罗见状立即让他闭嘴 因为像这种体型的囚犯一旦被击木 发起镖来他们一起上都可能控制不住 可官二代非但不听 还狠狠给了死球一棍 保罗见状只好委婉地表示让他滚远一点 官二代听后只好愤愤不平地转身离开 这时对面的一个犯人正冲着他傻笑 官二代二话不说又给了他一棍子 这边保罗小心翼翼地询问死球叫什么名字 可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看起来居然比他还要紧张 说起话来更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鸟 说完咖啡又伸出大手要和他握手 保罗见对方并没有恶意 便放心地和他握了握手 可就在他关上牢门之后 咖啡突然坐在床头泪流满面地说道 这一幕不禁让保罗非常好奇 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家伙 到底犯了什么事被判了死刑 于是他立即找来对方的档案查看 原来不久之前一位农场主的两个女儿失踪 当孩子的父亲带着村民找到咖啡时 咖啡正抱着他两个女儿的尸体嚎啕大哭 尽管咖啡一直说他在试图挽救女孩的生命 可已经来不及了 但因为他是一名黑人根本没人相信他 就这样咖啡最终因为谋杀而被判了死刑 这天监狱里出现了一只很特殊的老鼠 不怕人还主动到案前讨治的 狱警们觉得他非常可爱 便掰了一块饼干扔给他 可一旁的官二代见状却突然掏出井棍砸了上去 随后更是搬起垃圾桶追着他打 一时间整个监狱乱成了一锅中 等到保罗听到动静感到时 才发现又是这个官二代干的好事 旁边的大个子布鲁托想教训他一下 却被保罗一把拦住 原来此人名叫佩希 是州长夫人的侄子 仗着这层关系才敢在监狱里为所欲为 典狱长之前就告诉过他 佩希即将调去精神病院做文质工作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最好不要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这天佩希跟着同事们来精神病院 接一个名叫比利的死刑犯 见对方目光呆滞神志不清 嘴角还不停地流着口水 狱警们便渐渐放松了警惕 可刚到监狱门口咖啡就提醒保罗千万要小心 果不其然 就在他们开门的一瞬间 比利突然露出了一抹阴险的微笑 接着就以一个闪击将身后的佩希撂倒 然后又用手铐死死勒住前面预警的脖子 保罗见状立即跑过去帮忙 不料却被对方一脚狠狠顶在了关键部位 眼看保罗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 可平时嚣张跋扈的佩希却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好在这时布鲁托一把夺过他手中的警棍 从背后狠狠敲了一下比利的脑袋 这才彻底将他制服 刚才的致命一击让本就患有严重尿道炎的保罗 插一点段子绝孙 这时咖啡突然说他有急事要见他 等到善良的保罗强忍剧痛来到他的面前时 咖啡却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拽了过去 保罗本能地想要掏枪自尾 却又被咖啡用手摁住 关在旁边的死球戴尔剑庄立即大喊救命 可下一秒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咖啡用手按住保罗的裆部 紧接着牢房里的灯泡开始变得越来越亮 直到最后突然炸开 随着保罗一声痛苦的惨叫 咖啡松开了他的龙爪手 还没等保罗回过神来 咖啡就虚脱一般坐在床头不停地咳嗽 紧接着他又抬头张开大嘴 突然就有一大群黑色的飞虫从他嘴里飞了出来 等到飞虫全部消失殆尽 咖啡这才如是重负般长叙了一口气 保罗看着这一切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他好奇地问咖啡刚刚对他做了什么 只见咖啡拖着疲惫地身子回答说 说完便一头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这时保罗才发现自己的命根子好像一点也不痛 但他还是半信半疑地来到厕所 结果前所未有的畅快 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作为男人是何等的幸福 经此一事之后 原本就怀疑咖啡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保罗 找到了当初为他辩护的律师 因为以他常年和杀人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如果咖啡是杀害两个女孩的凶手 那么他之前一定也有过许多类似的案件 可律师却告诉他咖啡的过去干净的像一张白纸 但他还是十分笃定咖啡一定就是凶手 就像之前他家养的一条狗 一直温顺无比 却突然有一天受性大发咬伤了他的儿子 保罗听后哑口无言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预警 根本无法改变法官的判决 于是便在平时尽量对他好一点来表达对他的感谢 这天他把妻子亲手做的玉米面包送给咖啡 善良的咖啡不仅把面包封给了关在对面的袋儿 就连地上的老鼠也有一份 关在隔壁的比例间没有自己的份就在旁边骂骂咧咧咧 就当保罗走过去想让他的嘴巴放干净一点的时候 突然被对方吐了一脸口水 保罗本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可对方却得寸进尺又直接朝茶房的预警撒尿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保罗随后就和同事们用高压水枪给他浇了个透心凉 接着又把他关进小黑屋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可即便如此 这个人扎败类仍旧毫无悔改之意 这天他花五分钱从清洁工手里买了一块面包 接着就把面包全都塞进嘴里 等布鲁托过来茶房的时候 突然就将嘴里嚼碎的面包全都吐在了他的脸上 就这样他再一次被关进了小黑屋 可狗改不了吃屎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死刑犯在天牢里养了一只老鼠 他很通人性也特别聪明 会踩着木桶滚来滚去表演杂技 这天他高高兴兴地带着老鼠去给监狱里的大人物表演节目 可刚回到牢房就被佩西吓了一大跳 谁知堂王补偿黄雀在后 下一秒他就被比利一把勒住了脖子 好在保罗及时用枪说话 比利这才立即松开了他的脏手 可佩西却因为他的言语侮辱而被吓得尿湿了裤子 这一幕让刚刚被他欺负的戴尔大笑起来 还说他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 虽然自己受到了欺齿大怒 但佩西还是厚着脸皮威胁保罗等人不要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他们全部滚蛋 还发誓总有一天要让戴尔生不如死 这天戴尔在训练老鼠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滚筒扔到了外面 就当小老鼠追出牢房时 被佩西抓住机会狠狠踩了一脚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老鼠保罗愤怒极了 他知道小老鼠对戴尔来说具有多大的意义 可爱于佩西的身份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 就在这时 咖啡突然从牢房里伸出一只大手 保罗见识过他的厉害 便立即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捧起小老鼠交到他的手里 只见咖啡紧握双手然后轻轻握地上去 紧接着就从手心里亮起了一道刺眼的白光 随着一大堆飞虫消失不见 小老鼠竟然往好如初地活了过来 狱警们都被这一目惊得目瞪口呆 就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一样 回过神来后保罗立即找到佩西 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按照惯例 每一个死球在行刑之前都需要剃掉头顶上的一圈头发 然后狱警会将一块浸湿的海绵放在上面 这样的话电流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贯穿全身 从而减少电击对死球带来的痛苦 然而佩西却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将未浸湿的海绵直接放在了戴尔的头上 等到保罗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随着电闸被合上 戴尔立即全身抽搐大喊大叫起来 保罗见他如此痛苦 便想上去关掉电闸 却被布鲁托一把拉住 因为现在断电只会增加犯人的痛苦 很快戴尔全身就火花四溅白烟骤起 紧接着空气中就弥漫着人肉叉烧包的香味 在场的吃瓜群众看着这惨无人道的影哟 终于无法忍受纷纷夺门而出 就连始作俑者佩西也想跟着逃走 不料却被保罗一把按住 与此同时 牢房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咖啡也痛苦地不停颤抖起来 似乎承受着和戴尔相同的刑罚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 戴尔终于停止了挣扎 保罗见状立即让同事关掉电闸 随后布鲁托将灭火器浇到佩西手里 让他亲手将戴尔身上的火焰浇灭 等收拾完一切 布鲁托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狠狠对着佩西脸上就是一拳 就当保罗上前阻止她的时候 典狱长突然赶来质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面对典狱长的发问 佩西仍旧死鸭子嘴硬 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海绵应该先沾水 而保罗为了让佩西能够早点离开 并没有拆穿她的谎言 随后保罗来看咖啡 而咖啡流着眼泪对她说 这天保罗从典狱长的口中 得知她的夫人得了脑癌之后 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觉得咖啡说不定可以把她夫人的脑癌治好 第二天她就把兄弟们全都请到家里做客 然后趁机说出了她的想法 兄弟们听后并没有做过多犹豫 便答应下来 之后他们便一起商量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为了不引起监狱骚动 他们事先给爱惹式的佩西关进了小飞屋 然后又给人渣喂了一杯安眠药 本以为她会就此睡去 可当他们按照计划将咖啡带离监狱的时候 却还是被梦游的人渣一把抓住了手里 可突然咖啡浑身一震 身后的灯泡也随之一起炸裂 接着保罗把人渣的手拿开 人渣这才一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随后他们就带着咖啡顺利来到了点狱长的家里 点狱长本想极力阻止一个杀人犯帮他妻子治病 可当他听到妻子在床上痛苦的哀嚎后 最终还是决定让咖啡试一试 只见咖啡缓缓来到床前 然后俯下身子亲吻了上去 紧接着房间里的灯光突然变亮 等到咖啡将他的嘴巴挪开时 一道白光渐渐从女人的嘴里进入了咖啡的嘴里 与此同时 房间的灯光突然急剧变亮 随着墙上挂中的玻璃炸裂 整个房间也跟着突然震动了一下 咖啡也随即完成了他的救治 等到保罗上前查看时 点狱长的妻子瞬间变得容光焕发宛如新生 可奇怪的是 这一次咖啡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嘴里的飞虫吐出来 而是强行把他们压了下去 而恢复如初的妻子似乎忘记了自己生病的事情 原来咖啡不仅带走了他身体上的病痛 还带走了他这一段痛苦的记忆 可他还是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于是他起身走到咖啡面前 取下自己的项链戴到了对方的脖子上 随后几人就架着痛苦不堪的咖啡回到了监狱 可就当他们把佩西从小黑屋里放出来的时候 咖啡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然后将嘴里的飞虫全部吐给了佩西 接着佩西就像丢了魂一样 推开保罗漫无目的地朝前面走去 可偏偏这个时候人渣醒了 见佩西魂不守舍的模样 便口出狂言不停地挑衅他 佩西听后流出了一滴伤心泪 随后便掏出手枪对着人渣打光了子弹 等到众人将他扑倒在地之后 无数飞虫才从佩西的嘴里飞了出来 保罗知道杀死人渣的凶手其实是咖啡 便走过来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咖啡却告诉他 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他又伸出一只手说让保罗自己看 原来之前人渣抓住他手臂的时候 他就清楚地看到是人渣杀死了农场主的两个女儿 在典狱长的帮助下 佩西最终被认定为精神失常而送进了精神病院 可得知真相的保罗一直耿耿于怀 他不想善良又无辜的咖啡 被送上电以接受惨无人道的酷刑 于是他来到牢房想要放咖啡离开 可咖啡却果断拒绝了他 还说他每天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痛苦 死亡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大个子问他还有什么愿望 咖啡想了想说 他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 于是保罗几个便陪他一起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 也是最后一部电影 很快行刑的日子到了 保罗和同事们全都面色凝重地过来接他 只有咖啡自己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可当他走进刑场时却突然害怕起来 只因他感受到了现场很多死者家属对他的恨意 女孩的父亲甚至大喊 知道真相的狱警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 做着行刑前的准备 就当狱警准备给他戴上头套时 咖啡突然说道 保罗犹豫了一会之后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随后便亲自将打湿的海绵放到咖啡头上 可就当所有行刑前的工作全都一一准备妥当之后 保罗却迟迟无法喊出行刑开始的命令 大个子健壮只好上前提醒保罗 保罗听后直接走到咖啡面前和他握了最后一次手 然后便含泪下达了行刑的命令 随着电闸被合上 咖啡没有过多挣扎就离开了人世 经过此事之后保罗就申请调离了监狱 多年以后 当白发苍苍的保罗在养老院再次看到 和咖啡生前一起看过的这部电影时 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再次浮现眼前 他将这段离奇的经历讲给了一个老太太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胡说 他带着老太太来到林间的一座小屋 因为在这里有一只年迈的老鼠 正是当年咖啡救活的那只 原来咖啡当年给他一部分神力的时候 也顺便把他的生命传给了保罗和这只小老鼠 咖啡走的时候保罗才44岁 可如今他已经108岁了 本来长寿是件好事 可当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死去 这才意识到这或许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因为他亲手杀死了上天留在人间的天使